院長安康明 我們開始開會 上一次的會議紀錄已分送各位議員的桌上 請各位議員搶躍 有沒有意見 沒有 我們會議紀錄就確認 向大會報告 今天下午的會議程是 設政部門業務報告和執行 我们一起按照各单位来做报告 首先是社会局 接下来园民会 第三个单位是客委会 第四是兵役局 最后是劳工局 那首先我们请社会局来做业务报告 召集人各位议员女士先生 宇静在这边代表社会局 感谢各位议员在社会福利工作相关的指导跟支持 在这边表达谢意跟敬意 社会局相关的工作重点 主要是针对弱势朋友的需要 弱势市民的各式服务措施的提供 我们提供多元服务的模式 我们最近的重点主要是针对非法定的福利补助进行排复 以公共服务来取代谢金发放 来建置名利的社福福利网络 以专业的热忱来服务市民 我们有各式的服务措施 将会在以下的简报里面为各位议员做重点的介绍 社会局目前的组织架构 请参看我们的组织架构图 我们有七个业务科五个附属机关 五大社福区块 狭下有十四个社福中心 四个幕僚单位 那除了我们社会局本身的相关服务据点之外 我们社会局还主则跨局处相关的委员会 共计有十三个 这样子粘密而繁重的整合工作 也是由社会局相关的同仁来积极的办理当中 而高雄市所有的市民 两百七十七万多的市民 基本上都是我们社会局的服务对象 几个重点的服务对象包括 儿童 少年 老人 身心障碍者 以及大家很关切的低收入户跟中低收入户 还有近几年大家特别关注的 就是新住民人口的这样子的一个服务措施 其中老人的部分 我们每一年会以一万八千人增加的速度快速提升 所以这都是我们现在目前 要面对服务提供的时候的重大的议题 而我们社会福利 本市的社会福利 我们现在相关工作规划的方向 主要有因应八大挑战 而我们相关的因应如下 我们第一大挑战就是我们少子化的部分 我们强调要提供友善育儿来为之因应 面对高龄化的挑战 我们重视加强在地的照顾 面对年年即将上路的长照法 我们积极地培植专业人力 面对现实合并之后 我们扶元辽阔的问题 我们积极做社区布点这样子的任务 而面对人身安全的挑战 我们积极建制保护的网络 面对弱势多元境遇这样子的一个课题 我们强调自律辅助相关的服务措施 面对身心障碍的对象人口 我们强调平等无碍的各种服务措施 面对各式各样的天然灾害 我们加强灾防整备相关的一些工作 以下我们就大架构的部分 再跟委员做介绍 针对儿童及少年福利方面 我们建构友善的托育环境 来支持家庭可以友善的生养 我们有提供公托 育儿资源中心等相关的措施 还有提供经济的育儿补助 托育服务 相关的服务 我们更为怀孕的妇女 提供友善的城市计划 更有全国首创的作业指导宅服务 及相关在宅服务的媒合平台 针对儿童的一些居家的协助部分 我们加强圈导儿童居家安全 提供儿童游戏空间 还有相关的一些拖音中心的机构辅导与管理 也都是我们社会局的相关任务 针对弱势家庭的儿少 我们也有各式各样的照顾服务 针对保护的一些议题 我们儿少的保护服务 还有针对青少年相关 不管是倡议 或者是活动空间的部分 也都是我们社会局 积极在作业的服务项目 那针对赋予福利的部分 我们有各式各样的方案 我们针对SIDO的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 歧视公约的施行法 我们积极赔利妇女 我们还有各种不管是经济赔利 或者是就业赔利等等相关的一些措施 那针对新移民的部分 我们更在上半年增加了第五处的家庭服务中心 来在社区服务据点 现在目前也有达到20处 那我们更有全国首创的新住民事务专案办公室 来提供新住民友善的服务 那针对大家很关心的单亲家庭 以及特技家庭的经济辅助 居住服务 还有一些医疗辅助等等 也都是我们社会局相关的业务 那针对人身安全的部分 我们有全国首创的重大儿虐 致重商案件行动团队侦查机制 还并成立了也是全国首创的 高雄市儿童少年宴商医疗整合中心 希望让我们的儿童及少年 在遭受人身安全的迫害的时候 可以减少二次的伤害 那除了儿少的暴力威胁之外 还有一些家暴 性侵害 性骚扰等等的防治工作 我们社会局都有提供各式的方案 大家可以参看我们提供的书面资料 那再来就是大家最关切的 就是我们老人服务的方面 针对我们健康的老人跟亚健康的老人 本市有提供各式各样的文康休闲 跟多元的活动 我们到今年上半年 已经设置了206处社区的照顾关怀据点 那大家最关切的就是我们长照服务相关的一些措施 截至目前我们有十年长照相关的一个服务措施 跟明年即将上路的长照法 辖下相关的一些各式各样措施 重点主要在居家式的照顾服务 社区式的照顾服务 机构式的照顾服务 还有综合型的各式服务 我们更配合卫福部在区区有日照日拖 这样子的一个政策之下 我们预计于今年底要完成38区 每一区都能够有日照日拖的一个服务 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17个行政区 我们还在形罗秘谷努力当中 那针对身心障碍者的相关辅助方面 我们有针对身心障碍者的经济补助 社区的照顾服务 辅助服务 闯息服务 各馆服务 生活重建服务 还有大家非常关切的 无障碍的一个友善环境 这样子的一个处境 全国第一个针对身心障碍者的 一个油气的公园 也在我们高雄市 我们全国首创的轮椅梦公园 就在我们高雄市的桥头 那针对身心障碍朋友的社会参与 我们也有很多各项的措施 也欢迎议员可以参看相关的资料 那在社会救助的任务方面 我们针对经济弱势的市民 我们有各种 不管是经济的 经济补助的方面 还有自力生活的辅导方面 还有大家都很关切的 食物银行的部分 我们也在上半年 我们结合了我们学校 教育局的学校来开创 我们实体商家 我们的第四家 也已经正式的开幕 那目前我们累计四家实体商店 有49处物资发放点 那另外我们还有两处 皆有服务中心 也都是我们针对比较弱势的 个案来提供的服务 那当然我们是为救助 另外一项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有关灾害的相关的整备跟救助的工作 那除了天然灾害之外 我们之前发生的817报 相关的一些捐款 不管是善款的管理跟运用 也是我们社会局持续非常关注 跟努力的执行 有关公开透明 有关我们定期开会 核报中央 我们目前 非指定用途的捐款41亿 指定用途捐款3亿 总金额是45亿 那我们非指定的48案 我们已经执行了75.9% 指定用途的金额已经执行了89.3 那我们相关商友 长期的这些照顾的协助辅助 我们还会持续的努力 那之前的八仙 城报跟台南地震的 我们也都有积极的参与 针对有受害的本市的市民 也都有提供相关的协助 那在公司协力的部分 我们也是积极跟民间合作 提供弱势家庭 或是弱势的个案 提供各种的助学服务 跟救助的服务 那针对社工专业的发展 本市的一些社工专业的提示 也是我们社会局相关的任务 那高雄市更是全国知名的 志工城市 我们积极打造志工相关的培训 甚至我们对于专业人力 组织的一些培训的课程 也都非常多元的开课当中 那针对人民团体的辅导 我们高雄市有4655个人民团体 200个合作社 79个基金会 还有841个社区发展协会 社会局要负责 积极辅导协助他们 那我们成效卓越 跟在104年 获得卫福部社区发展评鉴 获选为优等 我们所有的努力 不外乎是希望 让我们的市民朋友 能够在高雄市 享有一个友善 跟人权保障的 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环境 那我们再来持续的工作重点 如下 第一 不见老人服务网络 我们希望可以舒缓 市民家庭的照顾压力 第二 加强托育的服务 希望可以减轻家长 育儿的负担 第三 我们面对广阔的高雄市 我们希望可以增建 多元的服务据点 提供在地竞变性的服务 再来是希望提供 积极性的一些社会服务 包括我们要推广企业参与 推广志愿服务 也希望强化社区在地的自主能量 那我们气爆相关的工作 也是商有照顾 是我们持续关心的重点 那虽然面对各式各样的挑战 越来越严峻 但是社会局的同仁 仍然坚持专业 努力不懈 我们执行这么沉重的任务 但是我们能然 在这样子的过程里面 多次获得了各项的奖状 各项的奖项跟肯定 包括以下各种的一个成绩 也借这个机会 跟议员报告 也希望议员了解 我们社会局的这个部分 非常努力地在执行 也希望各位议员 可以给我们更多的鼓励 支持跟指教 以上报告 谢谢 谢谢社会局的报告 接下来报告的部门是 大会主席各位议员各媒体 女士先生 大家平安 大家好 吴宁朗 感谢召集人及各位议员 女士先生历年来 给本会在原住民政策上的 指导跟协助 让本市原住民的福祉 一直在加征当中 那鼓仲请代表 圆明会的同仁 来致上诚挚的协议 以下就 仅就本会近半年来 各项政策的执行概况 以及未来的工作重点 提出二要的报告 敬请各位议员 女士先生批评指教 本会工作执行的重点 主要分为 强化原住民主主体性发展的策略 建立多元尊重的社会 第二就是发展原住民产业 及提升人力素质 以丰富生活的品质 第三是建构社会安全网络 落实原住民健康的社会 那第四就是原住民地区 生态保育及公共建设等 四大项 首先在强化原住民主主体性发展策略方面 为营造原住民族语学习的风潮 本会办理族语学习家庭 族语学习班 族语师资的真能班 以及曾经是族语的行动列车 包括族语自学的家庭 以及设立友善的族语学习祭典 另外的协助原住民主部落大学的转型跟升级 我们特别结合私立空大 提供休息学分的采集 以及休满学分可以取得大学文凭的措施 因此我们在部落大学有开设文化 生活产业生态等四大学程 那我们也提报我们部落大学的三位原住民老师 已经成为私立空大聘用的技术讲师 为了推广以及传承原住民族的文化 我们办理我们前两年刚正式证明的 拉路亚族以及卡拉卡拉夫的证明特展 另也办理南岛文化博览的系列活动 让多元族群文化的精髓 能够呈现在我们市民的眼前 我们也在市区营造原住民族语友善的空间 以及营造原住民文化的意向 例如我们在全市的公车 张贴原住民族语伊乐园的网站 QR Code的海报 让民众方便可以学习我们原住民的族语 另外我们跟交通局合作在 全镇佛工站以及凯旋路口站的公车货车亭 来展示原住民族的装置艺术 我们也推展原住民族的体育活动 包括我们每年办理四长辈的曼苏蕾球赛 今年更结合观光局办理首届的南横路跑活动 复苏了宝来以及桃源地区的观光产业 其实在发展原住民族产业以及提升人力素质方面 我们为了提升我们原住民社团组织的营运能力 我们编了一算补助本市的原住民社团 教会以及同乡会办理文化记忆 社教以及福利服务 法治宣导 以及儿童课后辅导等等的工作 我们也推动原住民族部落活力计划 我们营造部落文化生活的环境 以及发展文创产业 另外我们也整合原住民地区的观光产业资源 我们想提高原乡的观光产业的知名度 以及它销售的产值 增加就业机会 第三在建构原住民族社会健康与安全网络部分 我们设置原住民族家庭中心 原住民部落文化健康站 以及老人日间光滑站 也办理部落的部落食堂的服务 我们也陪伴原住民求职就业 办理原住民职业训练 以及职业教育训练费的补助 我们也定定措施奖励原住民取得专业证照 以帮助他们就业 当然我们也办理多项的福利服务的一些措施 比如说儿童学前教育补助 以及住宅建构修缮补助等等 第四原住民族地区的生态保育 及公共建设方面 我们推动原住民保留地 森林保育以及福益 办理禁法以及发给禁法补偿金 我们也办理部落安全环境的建设计划 改善原住民地区 不管是部落道路以及部落的基础设施 我们提升族人的居住的生活品质 那未来我们会在都会区来设置原住民故事馆 我们要提供原住民歌手及歌舞文化的常态性演出 以多元配套的促销方式 来促销我们原住民的文创以及农特产品 另外我们也推动平补族群的活力计划 我们要附赠平补族群的文化 我们在原乡也推动高雄原位清旅行的计划 我们要强化部落观光产业的特色 今年我们更会以小港医院共同来推动 都会区的原住民制造计划 本会为了维护族人乡亲的潜意跟福祉 实现市长照顾原住民的各项政策 期盼大会给本会继续的支持跟协助以及指导 最后敬祝各位议员 李氏先生万事主义 祝大会延满成功 米红米桑 谢谢野民会的业务报告 接下来报告的是客委会 主席各位议员女士先生 各位媒体朋友 各位乡亲 各位市民朋友 在这里代表客委会 跟各位议员女士先生致谢 谢谢长期来对客委会的协助跟支持 那我们今天的报告呢 详细的请参阅书面资料 以下就做简单的口头报告 那我们的组织架构如下 如表列 两组一室一中心 以及兼任会计跟人士 那今天报告分为四个 重点一个是语言的推广 再来就是文化传承 生活环境营造 以及产业的发展 那在语言推广部分 这是客委会最重要 最核心的业务 我们看到在都会区跟乡村区都有各不同的操作的策略 在都会区每一年都有上万名儿童来学习课语 那在乡村区呢 我们以全课语教学的这个模式来增进学童的语言能力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们在三个地方 包括新客家化语言区 美农客家文物馆 以及凤山 我们持续推动 以学院的方式推动 各种多样不同的语言学习的环境及空间 包括亲子跟家庭母语 也陆陆续续在推动 那除此之外 我们也在几个工部门的场合 强化第一线的公务员来提供课语的服务 也包含我们训练志工到这个机构去做课语的服务 接下来是第二个是文化传承的部分 我们持续把出版品 作为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保存记忆文化的工作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针对几个原乡地区 包含美农 六归 山林 甲仙 这个地区的记忆做研究调查 那把这一些呢 基本基础资料 结合我们的客家文化来推动 这个节庆式的包含是婚礼 音乐节 那在各种不同的季节里头 办理不同的活动 包含全国客家日 世界母语日 以及新春祈福等等 那再来提到的是我们的三个管设 第一个是我们新客家化园区 我们客家化园区的文物馆 演艺厅以及餐厅 陆陆续续委托给客家基金会 以及民间来经营 那目前成效是良好 那以及我们的客家文物馆 美农客家文物馆是全台湾唯一 售票来营运的客家文物馆在美农 那去年的11月 我们重新把这个美农的派出所 跟日式宿舍给整理起来 那11月隆重开幕 那以及设立了一个教育艺文馆 也就是图书馆 那在这个文创中心去年11月开幕之后呢 提供给地方非常优质的生活环境的空间 那以及外客旅外的乡亲 回来第一个可以进到的入口 那在这个文创中心以外 我们还有一个计划是值得一提的 就是文创人才留美计划 那我想这个是以文创中心为基地 那开始来塑造一个群聚的效应 希望可以吸引不同的人才到下乡到美农敦店 接着是第三个是文化生活环境营造的部分 我们持续跟中央申请补助 来建立建设地方的基本的环境的生活 包含在乡村地区美农六规山林甲贤 以及我们在都会里头 那去年我们完成了一米庙的整建工程 那今年呢我们以龙子里这个地区 作为我们研究的对象 那所以在乡村跟都市地区 我们都持续的跟中央来积极申请补助 来建设地方 那值得一提的是 生活环境跟产业其实是分不开的 那目前我们在推动产业的部分 值得跟大家说明的是一个福安燕业辅导站 那过去在地方 这个大概有六个地方 那六个地区 那我们选择了福安的燕业辅导站 跟国产署合作 将这个废弃的要整理起来 就在四月已经开工了 那我们预计在今年的十二月可以完工 未来作为一个音乐产业的交流中心 那我们除了这些之外呢 我们陆续续在未来的施政上 同样的以我们课语的多元学习 那民俗节庆来的方式 以及来提升这个客装的文化管设 跟生活环境营造 持续的来精进客家文化的保存跟工作 那在这里简单扼药的跟各位议员女士先生 做报告 那请各位议员女士先生给予我们指教 谢谢 那祝各位议员女士先生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谢谢 我们谢谢客委会的报告 接下来报告的是兵议局 好 早起点 各位议员小姐 先生 各位一位同仁 事务同仁 大家好 兵议局业务报告 首先请代表本局同仁 由衷感谢各位议员先生女士的支持与指导 这个不仅是本局在去年 还有前面一段的时间 除了业务均能推展以外 而且刚好也碰到登格勒的消毒 还有韩亥都能够很顺利的把这个任务都达成 所以在报告之前特别谢谢大家 现在请将本局当前市政重点 以及未来的工作重点 二要报告如下 尽情指正 首先报告征兵的处理工作 征兵处理工作的成果 既办理兵局调查一万九千余人 征兵检查一万四千余人 征集入营八千余人 另外有关毅然的权益方面 生活类及照顾伤亡慰问 年来共计发放两千两百七十一万余人 为关怀涉及本市的心训一栏所办理的肯心座谈 所以本局自各心训中心 办理座谈以了解一栏的需求及困难 另外为了感谢国军部队对本市的资源 所以在慰绕关怀这个工作方面 我们既办理秋节跟春节的进军 以及各项灾后的协助以后呢 总共致赠慰绕款计两百四十二万元 在眷村服务方面 根据眷村座谈所反映的问题 协调军方改善眷村环境卫生 入宿修剪并办理眷村卫生保健讲座 后备管理部分 替代役依然的召集演训 一百零五年起 本市府将与边管中心 每年将筹划办理一个场次 这是新的 医政署新的规定 来办理被役依然的演训召集 全民防卫部分 既有登革热级寒害期间 协请国军部队资源兵力 进行吞药消毒 以及鱼尸打捞清理等工作 未来工作重点 配合推动八三联赤以后的 毅然申请替代役 第二 持续规划推动本市军人 钟林池设置树葬区 三 筹划民安三号灾害防救远徐信念 借由协同演练 强化本市宇宙战区 政军合同之指挥应变效能 以其将灾害受损情况降至最低 四 强化替代役被役协助救灾应变能力 其借由平时召集被役依然的演习训练 资源救灾 灾后复原 重建 及担任后勤等工作 结许政府目前推动 征务变形政策 支持议政制度重大转型变革之际 本局能持续精进征兵处理 维护亦然权益 加强政军合作及眷村服务等事务 努力达成更优质的服务与效能 使兵役工作更能与时精进 以上报告完毕 敬请各位议员先生小姐多多指教 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主义 谢谢大家 我们谢谢兵役局的报告 接下来报告的是劳工局 主席 各位议员女士先生 美女记者 以及江西田 观众书的市民朋友大家好 那么今天市议会 第二届第三次定义大会 市任部门咨询 很荣幸在此提出劳工局 107年下半年这个业务成果报告 那么紧就本局市任重点提出报告 请各位议员参阅简报大纲 那么去年下半年 本局推动重要创新市任作业 在整合就业服务资源方面 本局接受委办 原劳动部凤山及钢山就业服务站 以及17个就业服务台业务 正式整合大高雄就业服务资源 本局营救中心 荣获第一届国家人的发展奖 展现提升高雄人籍资本的决心 另外跟高雄12所 到业务合作设置效应就业服务据点 就近提升就业咨询与美合服务 在三号职业创建服务方面 那么制作直载客人的权益篮包 上网供民众下载 让民众轻松了解法令规定 保障私人权益 另外在工厂艺术套館店等 三个地方 贩售深藏创业商品 以多元稳定的行销通路 推广谈品 并结合在地商家 里长办理个别小型行销活动 即办理欧斯坦社区按摩体验活动 有效开作四大按摩客员 那么在活化产品运用方面 成员会馆常预办理欧提案 委托汉丰资产管理公司经营 私家会馆争取经济部工具设立 南部时尚产产业创建基地 尔其创业所在 除了活化产品运用 也希望借由这个平台 串联上中下游产业 培育在地市人产 打造南台湾时尚创建设计律 本期七大渔馆政策 第一就业求职服务有感 去年下半年我们办了255场的 现场正在活动 提供四万两千多个就业机会 推介超过三万四名就业 求台利用率 求台就业率将近百分之六十一 厂商求台雇用超过8万人 求台利用率达到百分之八十一点五三 第二捍卫权益安心有感 去年下半年 依劳动基督法裁法 七百九十三条市 发言金额一千九百二十六万元 为保障拒就职推进劳工 实际继续为案例提拨 最后准备这个事业单位 那么受理劳政议调节案件 共两千例五习件 其中一千六百多年的前提 调节成功率超过八成 结实去年十二月底 那么本市具有八百五十八家工会 辅导招业会员教育大会 两千四百六十三会次 那么办理生产产高中职 劳动协制效应巡谋演讲 增进高中职识证 劳动权益智能 那么去年十一月 办理外职劳工 无动人声和欢乐活动 并办理巡谋宣传活动 借过区别经济方式 使民众击败了认识法令 第三 就会无外 有散有改 依据劳工 因职业灾害死亡 或失识程度 发放一百二十件 职债卫生产金 金额七百九十十万元 协助职债劳工 及其家属渡过难关 那么自办 生产生产实际训练 共计九十年十二班 那么一百四十五位 介绎生产朋友参训 福岛烧架辟购工厂 安置177名 辟购性生产劳工 第四 劳动检查 安全有感 七年下半年 本市中保职业灾害死亡人数 十四人 导致人同体十九人 减少五人 减灾百分之二十六减三 第五 训终接轨 赔利有感 去年下半年 青年赔利计划 与产业合作培训六十五人制 就业率及就业稳定率 分达百分之百 即百分之九十二点一 开办一期是产训合作值钱训练8班 信用机会率达到94%以上 第六 职人生活幸福有感 全部唯一的劳工博物馆 在去年7月25号重新开馆 推出打拼人生 尝试场等三档展览 共计9,868人次前往参观 劳工大学去年下半年开办178班 吸引3,184位劳工朋友及建议参加 第七 高雄劳工福利有感 114年编列建保及劳保博物馆 42.95亿元 另外提供175劳工住宅 公本市无租劳工廉价住住 那么结尾的部分敬请参阅 以上报告 敬请各位议员不吝止教 谢谢 谢谢所有设政部门的业务报告 那接下来的时间是我们设政委员会的议员 议员开始执行 每位议员咨询的时间是20分钟 首先我们请陈议员惠文来做执行 我们主席还有设政部门的各个局处的长官 议员同仁大家好 我想首先我可能今天都是要针对社会局 那真的是要来替这些弱势的族群要来发声 因为常常在替这些弱势族群 然后在申请我们社会救助的时候 常常会发现一些 真的对他们的权益非常受损的事情 那也一再的反应 但是反应之后还是无解 那无解真的让人家非常的泄气 我想在这个部分 因为有很多是可以值得讨论的 那首先我想除了之前 有跟我们姚局长有讨论到 因为我们之前前一阵子 因为来做我们的市价的土地限制的一些修正之后 导致很多本来他有具有这个低收或中低收入户的这些家户 到后来都变成他不符合资格 那这个也是其中机 那再来现在本期也要再来反应的 这个是其中之二 那目前我想有关于社会救助对象的 收入审查标的 一般就是家庭的总收入平均 就是把每人每户平均所得 不可以超过我们本市最低生活费 那包括他有工作收入 动产不动产 还有其他的社会 非属于社会救助的一个收入 都要计算再列 再来 非属于社会救助给付的收入 里面有包括退休金跟保险给付 那这个我们一般都通称就是一次性的大额的收入 那在这个目前就是发现说 在审查在后来我们的家户总体检的时候呢 这个有关于这种一次性的退休金也好 然后我们都是一三年内就说今天我如果我又退休金可能我大概三年前退休的 然后我们都是一三年内就说今天我如果我又退休金可能我大概三年前退休的 那这三年内我领的这一笔退休金我可能要具备 就说我怎么花了这笔钱我有一些单据或者说我还款 或者我就是要把这些交代清楚说我这些钱一次性的这些大笔的这些金额是怎么花费的 我只要交代清楚然后呢我们社会局呢就能够来审核说OK 那可能你这些都是合情合理的有的人领完这个保险去还钱还债 因为他可能一直以来他都是借钱度日嘛 然后领了这一大笔钱之后他就是把所有的债务赶快还一还嘛 我想这样子我们以前的计算方式都是在三年 就是以三年的这样子的一个基准 然后但是呢我们在这一两年在总清朝我们把游戏规则改了 改怎么样呢 往前追说如果你是十年前你就退休了 你就领这个保险金也好或者退休金也好 你十年前你被我查到了你十年前就退休了 你这假设你十年前就已经有领了一百万的退休金 我现在要叫你去举证十年前这一百万怎么花掉的 所以现在的游戏规则你们已经又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导致这一次有很多在总清朝的时候 又有一些这些弱势的这些族群他又不符合资格了 因为他没有办法去帮你举证说十年前到现在 他这一笔一次性的花费是怎么花 他没有留单据 或者他欠款这些十年前他欠钱的这些债权人也不愿意跟他去公证 那导致后来你们就是又把他记列是在他的存款里面 所以他又不符合资格 我想这个部分一直造成很多的困扰 然后呢我们的基层的这些社会在社会科的 社会科的承办人就说OK要不然你们就是在申父 但是每次一申父就是拖了好久好久的时间 但是我刚刚举的这个例子他是没办法举证的话 你们是一律都否决的 我想这个情形是有的 这个是其中之一 所以这个常常造成了救助户 他真的很多很多的一个困扰 然后这个部分我想等一下也请我们的 呃局长也能够来回应一下 再来第二种 现在我们的高雄市低收以及中低收入户 他申请人跟父母同户籍的这个状况 他必须然后一并把这个兄弟姐妹都列为计算人口 我想这样子的一个模式 但是我不晓得局长清不清楚了 懂我意思吗 就是如果这个申请户 他跟他的爸爸妈妈是同格户籍 那他在申请低收或中低收入户的时候 抱歉 他的这个爸爸妈妈的其他的小孩子的 都要计算再列 那假设今天我们家有五个小孩 那老大我经济状况不好去申请 哦这个中低或低收 然后我爸爸妈妈是跟我同一户 哦 以前照我们的规定 应该就是爸爸妈妈儿子女儿 哦这样子 然后还有夫妻嘛 这样但是现在的模式是 因为爸爸妈妈是跟我同一户 所以呢 爸爸妈妈生的其他小孩 哦 我的其他四个兄弟姐妹 他们的都要计算在里面 哦 那现在有一个状况 就是说 每一个区 因为 每一个区 因为我们这个社会科的通报 哦 因为可能字太小了 我念一下 哦 我们这个社会科 哦 的通报 里面写 因应高雄市政府社会局 就社会救助联席会议决议 针对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等社会救助案件 有关申请人在一家或者同一个处所共同生活为一户 然后以一户以户为单位来提出申请 如申请人与父母同户籍 父母一应列入补助其兄弟姐妹也应该列入计算人口范围 因为你们的通告就这样 就是我刚讲的那个模式嘛 然后 一级申请人户内的直系亲属均为列策人口 仅补助核心家庭成员或排除其他人口 必须经过申付由社工仿式认定 然后本规定是即日起来实施 然后请各干事开立一次 那个高担值 然后 你们就是有写这个 所以 如果你针对 这个公告里面讲说 如果你针对这个有意见的 那你就去申付 目前你们的做法就是这样 那就申付 然后一申付呢 这个时间 时间又拖长了 我们 目前 我服务处最夸张的是 一月申付 到现在四月 还在申付期 都还没有 你们都还没有一个定案 那 我想 刚刚的那个公告 我们要来讨论那个公告 我一直认为这个法源上是有正义的 为什么 因为 依照我们社会救助法第五条的定义 第一收以及中低收入户 应该寄人口 应该是第一 申请人本人 第二 配偶 三 一等亲 一亲等子系写亲 就是父母跟子女嘛 第四 同一个户籍 或共同生活户的其他子系写亲 是同一个户籍 其他共同生活的其他子系写亲 所以申请人跟 这些兄弟姐妹 他已经是属于旁系写亲了 我想这个部分可能会跟你们现在的这些公告内容是 是有落差的 但是你们一切都是说 OK 有争议 那你就去申父 这个申父 第一又增加了社工员的这样子非常反复的这样 的工作量 第二 真的在法源上我真的觉得是有困扰 再来 我发现的那个公告 在我们在帮忙民众在做申请的时候 各区的解读又不一样 比如说 民政局的前证区跟凤山区 他们对于你那个公告的解读又不一样 但是如果从严解读的他就说没关系 我先从严你有你有问题的你有意见的你就申父 我现在变成说 基层的这些 承办人 他认为OK你竟然有这个公告 我就不要重宽认地我就从严你有问题 你就去申父 什么都是申父申父再申父 我想让社工就孙申父完然后去让社工园再去访试 然后再去再去决议 就会造成我刚讲的一拖拖四个月现在都还没定案 所以 真的 这部分也请等一下请我们 局长 也来 也来 说明一下 因为 在本席的认为 现在的社会形态 申请人跟父母同一个户籍 真的把兄弟姐妹纳入来真的是非常的苛刻 在我们的 扶养 扶养的这个 不管是现实面也好或者是法律面也好 兄弟姐妹如果另外组家庭或独立生活 扶养申请人 我想可能性是很低的 然后呢 父母在的时候如果这个父母还在的时候 依照我们的民法第1115条也有规定 这扶养顺序 再怎么样 兄弟姐妹 是先扶养自己的父母 扶养自己的子女 你说要这个兄弟姐妹去扶养我的兄弟姐妹 我这个顺位都已经是摇摇在后面了 我想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真的 需要我们社会局能够出面来做整合了 那要不然现在我刚刚讲的各区 他也有他们的各自的认定 做法也有不一致 那在这个 我刚刚提的这两个 状况 也真的不符合 常理也不符合 人情意理的不是常理不符合人情意理的 我想这个部分是不是等一下 我们的姚局长先回应一下 请姚局长来答复 谢谢召集人 谢谢议员的关心 针对如果之前已经有领取一次性的退休金 我想这个部分同仁的说明 我在这边再一次厘清 就是说如果他 照理来讲严格执行 他是需要有明确的矩阵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尽量放宽 让他说你可以不用矩阵 你只要用我们的 最低生活费 一万两千四百八十五 这样子来扣 来证明说你当年领的那些钱 你这样扣扣扣扣下来 其实是一个合理的 你扣完 你真的生活还是困顿 我们已经放宽到这个样子 其实也是一个 希望比较对市民友善的一种 认定的一个方式 所以这个部分 可能也要让议员可以了解 那另外 等一下我插个话 你说你刚刚姚局长所讲的 这样子的一个方宽 是什么时候开始执行 我们请我们科长直接详细的说明好了 好科长 谢谢 跟一位报告 就是说我们 因为我们发现说 现在在资料的查调里面 有时候会查到 五年七年八年 或更早之前的一事性给付的所得 那这个部分照法令规定是要民众举证去证明说 它的那个这个一次性的动产是用到哪里去 但是因为很多民众他实际上因为年代九年他付不出来 所以如果他主张我没有特别用去哪里我就是用在生活所需的话 那我们就是依照每月的最低生活费标准12485 然后下去做计算 举例来说如果他是七年前领到一次性的 那个给付100万元好了 我们就从他那时候到现在申请的时候 已经过了几个月 我们会去列去核算说 如果用这样去扣扣扣 什么时候开始 我们从今年的那个申付期 就是也就是 今年才开始就对了 对 今年开始才放宽 然后是以个人就申请人为主还是家户 如果我有四口人 以家户 以家户为主 对因为这个是已经用放宽的计算了 所以你们是今年先申付的 申付案才有这么做 对 申付案才有这么做吗 对 所以都还是还在到申付的这个这个这个程度吗 怪不得还四个月还在申付当中 应该是说我们在今年的复查的时候就这样做 没有不一定要到申付 公所这边我们都有发文到每一个公所 请他们依照这个原则去做劣迹 这个这个都有到各个区公所都有去告知 有我们在去年底就有跟各区公所说 我们在做年度调查 那为什么我们手上的案子到区公所去做申请的时候 我得到的答复还是我现在目前的资讯 所以是你们的是你们的公告是没有下达 还是说是这当中是有很大的沟通不良 我不我不了解啦 是你们沟通不良还是说你真的有下达吗 因为我到上个礼拜为止 我还是被这样子的案件给困扰住 那真的有很多真的是急需要我们社会救助的这些弱势的 这些家户 你真的眼睁睁看着他 有一餐没一餐的 我想说个案的部分我们是不是在做个案资料的了解 因为要把他所有的动产不动产的去做评估 OK然后一次性的然后人口计算的 人口计算的那个你怎么怎么答复也是你吗 跟一个报告 在人口计算方面因为内政部之前有函事 因为低收入户跟中低收入户他竟然以户为 以户为单位所以虽然他申请 因为这个案子的重点是他跟他的父母亲是同一户籍 所以他的父母亲也会视为低收入户的申请人 那如果依照这样子的话 在那个依照社会救助法第五条 他在人口因绩的部分 他的一等亲直系血亲就会被算进去 也就是说看起来好像是申请人的兄弟姐妹会被算进去 但是实际上是因为他是他同住父母亲的一等直系血亲 所以才会被列进去 但是现在这个部分如果因为现在刚议员讲的 我们社会多元化有一些家庭 他确实是核心家庭 所以在部分成员列迹的部分 这个部分还是要去做个案去做认定 不过如果是照依照函事的部分的话 因为他是跟父母亲同住共同生活同一户籍 所以这个他的父母亲也是视同为申请人 所以你还是回到原点啊 我听起来你还是回到原点啊 还是要激烈的问题啊 你的解释我听起来是这样吗 难道不是吗 不过这个是中央在 中央在韩式的部分有明确明确列出来这个部分 那如果你非得 非得就是说OK每一个 你还是要跟我解释说每一个都是个案的话 那你们是不是社公园要double double再double增加 因为就像我讲的 我一个申付案件我拖了 拖了四个月 每次都在追案子 都在追案子 案子到哪里了 从一月申付到现在 还没有结果 那这个时间 这个时间的损失谁来负责 四个月呢 不是一个月两个月 我们有没有相关规定说多久 多久申付 申付就是要做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答案 没有规定 对嘛 那你四个月 那如果拖了一年呢 这四个月很长呢 跟院员报告 在申付的部分 我想我们这回去再加强要求 但是 呃我们申付期间 如果核定他有通过的话 我们会追溯到他申付 提出的那当月 那问题不是这个问题啊 是我当下就需要这些收入来 来提供我生活所需啊 你懂我意思吗 我要等你四个 我四个月 我这四个月我是没办法 除非我能够去借钱 我能够去借贷 但是现在的社会又 现在又 整个大环境又不是很好 愿意借人家钱的我想 也不多啦 也不一定借得到钱啦 那你叫他怎么生活 他是就我们是救急耶 那为了等你四个月 他饿死了 我跟议员报告 我们在做审理的部分 社工如果短期之内 他确实生活陷困的话 我想我们社工员都会连接 社会资源来与协助 我觉得这个都环环相扣的啦 局长这个都环环相扣的 我真的觉得说OK 如果你什么都要经过 身负再身负再身负 那OK 那你是不是能够给我 更多的社工员 然后一样给我一个 那个期限 那个期限能够给 这些申请救助的人 说OK我一个月给你答案 而不是说遥遥无期 他不晓得他的这个案子 到底是过或没有过 OK姚局长 好请姚局长答复 谢谢 谢谢成员关心 因为议员已经关心 这一类的辛苦的家庭的个案 已经很久 我们也很钦佩 但在这边也跟议员做一个说明 因为其实高雄市 在跟各县市比起来 我们针对低收入户的 这样子的认定 已经是最宽松的了 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么多 我们也很不希望 有那么多的人力 是用在处理身负上 但是会让身负的人 等这么久 我们也是很不忍 但是也是要让议员了解 其实我们已经是 各县市最宽松的人 我们甚至比台北 比台中都还要在宽松 甚至我们都还允许申请的单位 可以另外的个案 他还是可以拥有一台车子 所以这个已经是各其他县市比起来 觉得说高雄 用这样子的标准简直是太宽松 我们也常常接到很多的陈情说 他家那家开那个什么车 然后你们居然给他通过 但是这就是我们相关的一个规定 所以这个部分也要让议员了解 我会有时候会认识说 你的翻搜的变 变成是政府房调这些人 你懂我意思吗 你翻搜的变 也许这些人 本台上行 他还有 还是 还真的 可以选我 可以选我 我现在讲 我说你们刚好现在知道 那些真的很重复的人 你们对那些很重复的人 你们的相关的把过去认识会认识的 会认识 这种的意思啊 那些真的 全部都让他们需要办法训练 那些排座的许可 也帮他计讨 这有时候我们看到的社会现象 是是 我们有时候也是很无奈啦 但是也跟议员做个说明 因为我们这一个中央之所以 一直不敢放宽的原因 也是希望不要破坏 我们整个民法的基本精神 我们希望子女对于自己的父母 是有抚养的责任 而不能把这个尊亲属 卑亲属 这样子的抚养责任 因为我们有一些其他的 的关心要处理的点 反而把这个基本的价值会把它放掉 所以我想这是为什么多次成情 中央还是不敢把这个地方放宽的原因 是是谢谢 我想刚才认言讲的那个生负期 其实也太久了 议员也可以提案嘛 如果承办人员要生负那么久 都可以拖四个月 四个月也不要发放他薪水 公务人员就可以拖那么久 那需要帮助的却去苦苦苦的等 我觉得这样很不公平 所以这个生负期其实要缩短 所以这个不是个案 这就通案了嘛 所以通案我们就必须要赶快解决 要不然你这样子下去 人数是非常的多 所以人数多了会造成民怨 我想这个部分 所有的服务处都会收到 我想这个部分你们要 集结的赶快把这个生负期间 能够缩短尽量来缩短 谢谢陈一言的执行 接下来执行的是林一龙一言 谢谢主席 我们的市民朋友 还有我们的市府团队 大家午安 林荣议员今天要来谈一下 我们有关于这个最近很热门的话题 以防养老 以防养老是不是看得到吃不到 那我觉得未来 银法族的这个趋势已经是很明显 从日本到台湾都看得到 我们现在银法族的这个人口 逐渐的增加 那以高雄市来讲 我们现在65岁以上的这个银法族 大概占总高雄市人口的12% 那这样一个12%的银法族 未来仍然会有上升的趋势 那么所以大家就很重视说 我们年纪到了一个阶段之后 我们的子女如果不能尽孝道 或者是因为现在很多是单身 包括我自己我也是单身 当我们年纪大了之后 我们独居的老人 或者是没有其他身边的亲人可以照顾的老人 那么这些呢将来政府该怎么样去协助他 人家说老有所踪 那这个就很重要 那所以现在很热门的话题提到 以防养老 那以防养老其实早期 不能说早期 在102年的时候 其实中央卫福部就曾经推了这样的一个政策 但是那个政策出来之后呢 其实申请的案件呢是挂零 也就是没有半个人来申请 那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其实以防养老的意思就是说 当你老了之后 你手头是没有现金的 然后你也没有收入 因为可能你年纪大了 身体有所不变 所以没有办法去工作 但是你拥有一栋房子 是你现在在居住的 那你可以把你现在居住的自己 所有的这栋房子 拿去银行抵押 那银行呢用非常少的利息来算 那每个月呢 给付这个老人家呢 固定可能是3万或4万这样的一个 类似年金的方式来给付给你 那每个月领的年金大概在3万到4万多 好看你的生活上的需要 那到中老的时候呢 看你所领的年金有多少 扣掉这些房屋剩余的价值呢 可能就是归政府所有 也是归抵押的这个银行 和政府之间去做处理 那这样的条件呢 过去在102年的时候 卫福部中央的政策是说 这个是限于独居的老人 就是说他没有继承人 就是说他没有子女 那他也没有生活收入 那其实我们看全台湾 符合这样的条件的人 真的非常非常的少 我刚刚有提到高雄市 就有12%以上是65岁的老人 可是大部分这些老人 都是有子女的 但是可能有一些老人 他的子女是没有办法尽孝道的 也许在国外 也许跟老人之间的关系并不好 也许没有能力去抚养这些老人 但是这个老人 他可能自己去确实是住在他的 拥有的一栋房子里头 但是这样的条件也不符合 所以呢我们说以防养老呢 他的一个专业名词叫 不动产逆向抵押贷款制度 那这个呢对于不动产业界 或对银行业界来讲 他们很欢迎 为什么 他觉得这个可以活络房市 可以活络金融 可是相对的 他的条件也不能太严苛 那如果以过去102年 卫福部中央的政策的话 他要满65岁以上 要独居 然后没有继承人 那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难 而且他还有限制 你这个不动产 不能超过中低收的不动产的标准 那几乎 没有几个人可以符合 那有符合的 他大概也是用中低收的方式去照顾了 所以这个叫做看得到吃不到 这是喊口号没有用 所以今天如果说要谈以防养老 我认为这个政策的原始利益是好的 因为其实欧美是有这个制度的 那如果是要这样 我觉得高雄市 其实我们自己也可以来研究这样的一个政策方针 我认为要开放条件 这个条件就是说 子女没有照顾能力的 或是没有办法去照顾他的 或者说这个独居的老人 其实他现在的状态 他的子女是没有办法去帮他抚养的 那这个部分呢 我觉得政府可以来协助他 用以防养老的方式 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很多的这个法院在打官司 就是老人家到法院去请求子女进抚养义务 但是子女都不出来啊 有的人甚至有成就 他也不出来 因为可能过去父母离婚 或者是过去父母跟子女的关系 其实处得不好 那这个部分呢 其实你没有办法去强迫 或者是透过法院判决了 子女还是没有办法去做到法院要的这样一个执行 那我认为以防养老就是在补这个缺口 然后我认为中低收的标准 其实我们目前的中低收入户 在社会福利方面 我们政府其实给的算是还蛮周到的 所以如果你是符合中低收入的老人家 在这个部分我认为也没有什么问题 真正有需要以防养老是 他不符合中低收入的标准 但是他的子女又不能尽孝道 没有办法去照顾他 那这个部分才是以防养老的一个要去处理的区块 所以他的标准要放宽就是说 你不能限制他是没有继承人的 因为他还有子女 没有继承人就说都没害理 没害理才是没有继承人 所以我觉得有子女的 但是他是没有子女可以照顾他的 我觉得这样的人的银法族应该给予纳入 以防养老的范围 那这个以防养老的政策才有办法推动 那我认为说以防养老 未尝不是一个补足过去中低收的门槛 没有办法达到的 但是他又属于弱势的一群老人 这个部分是可以做到的 所以我们现在社会局在做的一个部分就是 老人住宅 包括我们在翠华国宅 有先安排一些给独居老人居住的地方 那这个呢其实也是限于 他是属于中低收的 那如果说他不是中低收 可是事实上他的财产算起来 他要包含他的子女的财产算进来 就像刚刚陈惠文议员讲的 要把其他兄弟姐妹什么财产都算进来 他就是不符合中低收的标准 可是事实上这些财产用不到 也不能归他 也没有人去帮他进校道 那这样的营法组其实 他就是孤单孤独的 所以我觉得以防养老的重点 应该是要处理非中低收入户 有子女或者是没有子女 但是有房子的人 的65岁以上的老人 那这部分我等一下请社会局局长 能够就这个部分来做一个说明 那同时呢 我看到我们这个业务报告里头 我们的现在的老人的日拖 总共9区已经有12家是完成的 也就是日间照顾中心 那日间拖老的据点呢 目前在5区有7家 或者是这样的据点 让更多人受益 那能不能请局长就这个部分 关于将来还要在布设的据点方面 你有些什么样的一个规划 能够就这个部分一并的说明 那再来呢我要说的是 老人福利补助项目里头 其实现在中央有非常多项 就属于养老机构 安养机构 日间照顾 营养餐饮服务 中低收老人重病住院看护 老人福利活动 包括长青学院 还有社区老人的休闲活动 以及老人教育训练 这些都可以去申请补助 但是我会觉得 我们现在可以 真的落实在老人身上的 大概只有其中几项而已 那这个部分怎么样 再去跟中央 去要到更完整的一些 补助方案下来 落实在我们的这些 营法族的身上 那个局长就这个部分 也请您一并来说明 来局长请说明 来请邀机长说明 谢谢赵姐 谢谢议员的关心 那有关议员之前 针对以防养老的这个部分 的确中央在推动这个部分 一开始是非常的兴致勃勃 因为的确 长辈租屋的这个部分 住房的这个问题 的确一直都是很大的一个挑战 那但是因为推动之后 发现成效不好 而且地方房仲业者或相关的一些 直接贷款相关的一些 应该单位都可能推行起来 没有想象中的达到理想的目标 所以后来中央这个部分就停下来了 那如果像议员您刚刚提到说 是不是可以资格要在放宽的部分 如果说觉得这个方向还是正确的 那是不是在资格放宽上 之前为什么 有没有子女这件事情会造成一个很大的议题 就是因为他子女 等到长辈往生之后 这个房子 这些子女就会说 他有子女 所以这些子女就说 那这个房子变成我的了 所以反而 他也觉得这个不是要回归给 当初提供这样子福利资源的国家 或是相关的单位 而说这个就变成我的私人的了 所以变成已经上市了原本 要推动这个方案的原始的目的 所以整体就有点偏离了 所以后来这个部分 才会要求没有子女 的确真的是很辛苦的 这样子的一个长辈 那但是如果资格是不是可以放宽 那这个部分我们也可以 不管是用公文或是用其他的方式 我们也会跟卫福部来做讨论说明 这个我稍微说明 因为这个你刚提到 为什么要把没有子女列为条件 其实刚刚你讲的这个 子女说认为这个财产是他的 这在法律上 其实子女的观念是错误的 在生前 父母还没有往生前 父母都有权利处分他的财产 可以自由的去处分 所以我父母愿意把我自己的房屋 去抵押贷款 也是我父母的自由 所以子女其实只有在 父母往生的时候 才能继承父母所剩下一流的财产 因此父母在生前 子女都不进校道 不愿意抚养 父母才会把自己的房屋拿去银行 去做年金式的这样的一房养老的话 剩余的价值 当然要透过一个社会契约 政府的方案 到底是要收回这房子 还是剩余价值要留给子女 我觉得这是政府 在去立下一个政策的时候 可以做到的 但是子女其实是不能够去要求说 生前我的父母把我应该继承的房屋拿去抵押 所以政府你将来还要再还我房屋 我觉得这个观念是错误的 因此我就认为说 其实不管有子女还是没有子女 其实他都应该可以适用 以防养老这样的政策 这是我的想法跟观念 做个补充 谢谢 那针对区 我们刚才也有报告 就是有关长照这个部分 在我们38区各地都可以实施 我们日照或日拖服务的据点的这个部分 我们目前已经有建制了 在17个区域有24家日间照顾或日拖 那我们目前在梅陀三明 只关且定湖内阿联桥头路 组六规大社永安 钢山南指林园小港 鸟松古山美农千金田辽奇金 是我们第二波段要来建制的 日拖日照的一个相关服务据点 那应该也听得出来 有非常多的据点 我们都要紧留密鼓 所以这些都是需要裁员 还有需要在地的工作团队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为了迎接长照的来临 我们在经费的一些筹措 还有我们专业人力的培训 还有专业承办的组织的一些辅导 一直是我们现在非常沉重的一个任务 就是希望我们赶快把这些布点 38区都能够全部建制起来 那这个现在是中央权额补助 还是地方有负担额 地方有负担 负担百分之多少 百分之五 百分之五 但是也要跟议员做报告 就是其实中央跟地方的分配比例 它有时候会按照时间来调整的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听起来好像比较少 但是未来是有极高的可能是会再做调整的 是好 希望就是说未来能量可以采取跟一些民间的慈善团体 或是相关的学术机构去做合作的话 也许在这个部分的负担 可能可以做一些比较减轻 也比较专业 是 好 是 好 谢谢局长您请坐 那最后呢 我想提一个就是幼儿的部分 根据高雄市的幼儿教育及照顾补助办法 两岁到五岁之前 也就是还没有满五岁的这个小朋友 如果读幼儿园的话 我们这个教育及照顾补助办法 每个学期会补助他五千块钱 那但是这个两岁到五岁之前的幼儿呢 又分另外出来就是说 如果你是两岁到四岁以前的 那幼儿的家长他的所得税申报 必须在百分之五以下的税率 那这个百分之五以下的税率 其实给他看起来就是几乎是中低收入户 才会有 所以这个幼儿教育局照顾补助办法 说每学期补助幼儿两岁到五岁前的 小朋友去读幼儿园园呢 我们要补助他每学期五千块 事实上二到四岁的小孩子啊 如果你不是中低收 几乎是得不到这个补助的 那再来 如果你在中央有幼儿教育照顾补助儿的话 那这个部分就要扣除 那我知道现在中央 好像就已经有这一笔补助款了 再来如果你已经申领了政府机关同性子或其他补助或津贴 也不能够再补助 那所以我看了这个办法之后我发现说 其实这样子好像幼儿如果在两岁到五岁之前 上幼儿园几乎得不到任何补助 当然这个是属于教育部门 就教育局他们主管的范围 但是我今天要提的就是说 小朋友的幼儿津贴啊 其实是对一个家长来讲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们好像看起来是小小的几千块 可是对他们而言 那个是对于他养育小孩子很大的一个激励跟鼓舞 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呢 其实因为小朋友每天要喝奶粉 要包尿布 然后一些小小的开销 其实妈妈她要照顾这个孩子的时候 那个过程每个月花多少钱 她都要算得很精很减省 所以如果我们政府美意上给她个几千块钱 她收到的时候那个内心 她是会非常的感谢的 而且她很期待能够每一个阶段去领到这个几千块 所以我们政府如果说在这个部分去算一下 到底我们全高雄市现在有多少的幼儿 在两岁到五岁之间是可以被补助的 那我必须跟社会局讲说 因为教育局在这个部分 她定了这个办法之后 我发现她其实是有点 也是像养 以防养老一样 有点看得到吃不到 那能不能透过我们社会局这边 有其他的津贴 就是说她不是上幼儿园 就是说小朋友在家里 在托育的这个过程 我们有托育津贴吗 那我们有托育津贴 这个部分能不能在相关的部分继续加码 能不能加码 那当然我知道这牵扯到预算的部分 那我认为说子女的托育今天 按照你们的业务报告 你们目前是补助37个人 总共20万1064块 这个是针对特殊境遇的家庭的辅助 那能不能放宽 能不能针对更多的 幼儿去得到受惠 我今天把这个教育局的这样一个方案 拿出来告诉社会局 是因为我以前只要咨询社会局 咨询社会局的时候 社会局会告诉我说 某些部分是属于教育局的 这个福利方案 可是我到教育局发现说 某些部分是属于社会局的福利方案 但是我们要把所有的福利方案拿出来检视 会发现说 教育局的这个福利方案 看起来好像其实没有得到真正的补助 那是不是在幼儿津贴的部分 能够去加码 或者是能够再强化放宽它的标准跟对象 那我看你们的业务报告 现在我们的子女托育今天 你们发放37个人 这个数量好像非常非常少 那到底是我们托育今天 现在是发放的对象跟范围门槛 我们现在能够受惠多少人 那未来你们有没有办法再演绎 把它再更宽宽一点 局长就这部分请做个说明 来请局长答复 谢谢召集人 谢谢议员的关心 刚才讲到这个议员讲的这个数字是针对0到6岁特殊禁遇的 特殊禁遇的家庭 那这个是全国一致的标准 所以它当然因为它有在锁定 它必须是符合特殊禁遇家庭的这个部分 但是其实我们的资料 我们的服务其实会尽可能 我们不要说教育局或社会局 其实就是市府提供对市民的各种的服务措施 所以有其他的针对儿童的托育津贴 幼儿教育局照顾补助 五岁幼儿的免学费的教育补助等等 其实这些在托育的经费 或者是去送到教学单位里面的这些费用 也是有减免的 所以其实费用不只是说发津贴 他收到那个钱 其实他在不用缴学费的这个部分的减免 也都是已经公部门有帮忙在减轻家长的负担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也一併让议员了解 说我们很努力的希望cover到这些家长的需求 但是我们还会尽可能锁定是比较特殊辛苦的这些家庭 那另外就是我们尽可能希望减少针对发现金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而是尽可能建构一些比较永续的服务的方式 服务项目的一个方式 要不然其实有时候家长拿了津贴 也没有地方可以把孩子送去接受服务 我想这个是我们另一个角度来看 其实家长另外一个很需要的 所以我们现在是希望可以以建构服务模式这样子的方式 来配置我们的经费 而不是现金津贴的增加 好 再一分钟 好 那个局长 其实我当然知道说 津贴并不是一个很唯一的就是帮忙的标准 但是其实你知道今年的富佑 国小富佑 几乎全部爆满要抽签 为什么 因为现在养儿非常的辛苦 所以家长希望都把他送到公立幼儿园去 比较减省费用 所以你也不要认为说 在学杂费的减免上 可是因为不是每一个家长都可以把孩子送到 现在的公立幼儿园 毕竟他是生多周少 所以现在的今年的国小富佑 全部都是抽签的 而且大部分都是要五逐岁的才抽得到 四岁的中班的几乎都还要在后面排队 所以我是觉得 那如果这样的情形下 孩子没有办法进到公立的 托儿所或者是幼儿园 那我觉得我们应该给予他一些金钱上的补贴跟帮忙 因为你学杂费也减免不了他嘛 那我知道是幼儿的部分 你刚提到的学杂费是在 好 再一分钟 好 谢谢主席 就是在私立的幼儿园 其实我知道有学杂费的这个补贴啦 这个在中央到地方都有 但是我讲的就是说 其实你整个 就读公立幼儿园跟就读私立幼儿园 他仍然是有一些津贴上的落差 那这样的津贴上的落差 其实我觉得我们还是尽量让他 不要有不一样的对待 就是当他可以进到公立幼儿园是透过抽签的 那没有抽到的人 他其实变成要去读私立的 那这方面的津贴其实是比较少的 所以我是认为说 那托尔津贴其实在这个部分能不能去加码 让他在这个部分的落差减少 我的意思是这样 请机长答复 我想的确这个需求是非常非常高的啦 照理来讲我今天是不应该替教育局做回答啦 但是就我们的理解 其实教育局针对这个部分也是花了非常多的心思 怎么样可以提供满足这样子的家长 所以他们现在也有在推非盈利幼儿园的一个相关的模式 当然都还在尝试出来一个更好的一个模式 永续的模式的这个过程里面 但是其实市府一直在尝试要怎么样 用各种不同的角度的方式来帮忙 各种不同能力的一些家长 我想重点的目标就是希望 如果大家会觉得生养孩子不是那么大的压力 这个我们生育率才能够提升起来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 是 是 是 谢谢 谢谢林一龙议员的执行 接下来执行的议员是方信燕议员 各位市府的设政委员 各位团队 以及我们新闻媒体各位市民朋友 大家午安大家好 首先呢 本期还针对我们劳工局 跟局长来做一部分的做探讨这样子 针对最近失业率还是非常偏高的这个问题 其实市政府劳工局还是非常的用心 在各地还是办了很多的我们的 这个媒合就业这个活动 现场还有发送这个纪念品 大家都非常的用心 参与者非常的佛要这样子 但是这个媒合力 相对 问题点还是很多 为什么这个媒合力还不到达50% 对主要原因是雇主开出的条件 跟我们求职者 这个薪资是不是有落差 对于这一点 我现在请劳工局局长 雇佣这个外劳 他们是不是都有一定的程序 在办理这样子 是不是针对我们外劳的部分 请局长先回答这个问题 这样子 谢谢 请劳工局局长答复 谢谢主席 谢谢方议人关心 那么外劳来讲是一种那种 补充性的这个性质 并不是期待性 那么根据现行法令规定 那么他们要申请外的话 他们必须先经过这个劳动部的 这个向申请许可之后 那么他必须在地方 先做国内这个求财的工作 是局长我当然知道要先做求财这个工作 但是有一些雇主 相对他背有用心 你也知道 外劳的成本比较低 相对他间接也会剥夺 我们到我们本劳的一个就业机会 针对这个问题 本席还希望说 你还是要希望跟这些雇主 大家好好的沟通一下 或者用其他的奖励的方式 让这些雇主人 让雇主还是愿意接受我们本劳的 的这一种就业的一个方式 让我们间接 让我们的这个就业人口 能继续往上提升 不然我想 一直的为了这样的雇佣外劳 相对我们本劳 因为大家有大家摊价 你还没有一个勤劳 做 这样到时候 对我们本劳 相对杀伤力非常的大 针对这个问题 呃 局长是不是 回去能不能思考一个更好一个方式 跟我们这个 这个本劳这些雇主 大家能沟通一下这样子 是是是是 好先请坐 谢谢 当然我们劳工局训练的这个 呃 配合我们 呃 劳动部 每年还是办了很多的一个 事业这个职业训练嘛 齁 职业训练 参加者还是非常的勇业 齁 这些 事业的这些市民朋友 齁 他们相对还是要需要 要付的负担百分之二十的这一种费用哦 阿作为是有特殊状况的人哦 啊 那在此还是要先请文局长 uh 齁 阿 这个职训练的经费啊齁 是我们重要来付还是我们地方 我们 我们地方自己来付这些钱啊 啊 请局长回答 failing 谢谢 主席 谢谢方 mayonnaise 哈 那么 对于这个推动职训练经费齁 那分成两部分厅 一部分是我们师傅本身的经费 一部分是向劳动部救援安心基金争取的 不过大部分都是仰赖救援安心基金 这些执行的内容跟课程是怎么安排的 怎么安排这些执行的课程 是怎么去安排这些课程 我们新业救援中心在每一年要推展 那么相关职业训练班别的时候 都会先做市场调查 你的所谓市场调查是怎么调查 那么一方面是参考说 我们过去就是求财机会的情况 一方面是参考说 那么往年我们办职业训练的班别 他们这个陆训的状况跟训后救援的情况 那么做一个综合的考量 针对这个失业者他们的需求 才办这些职训 这个是职训的主要目的是不是这样子 就是针对我们这些失业的市民朋友 在职训练所谓是在职训练 然后提供第二个专才 然后再踏入职场是不是这个用意 是不是这样子 这个不是在职 等于就是说我们提供市民 那么他可以说第二专场 算是第三专场训练 那么他后执他这个求使的一个技能 以方便他再度进入职场 就是再度进入职场的第二专场 是是是是是 是这样子的一个模式 但是我本学比较纳闷的就是说 你这些职业训练 这些单位你怎么去核定这些单位 还有这些师资 你怎么去去来订定这些审查的一个办法 来开闭这些课程 那议员讲的这是那个失业者职业训练的部分 对对对 我们是采取这个公开招标的方式 公开招标的方式 你假如说用公开招标的方式也不对 你本身你们市府没有一个审核的机制 包括这审核单位 审查这个单位 包括你这些师资 到底他是不是有过专业 不是意味着就是要公开上网 我觉得说这样子做不太理想 你应该定定一个方向 我今天要开辟什么课程 包括我们在做市场调查 就是劳工的一个市场调查 他们失业的调查 还有包括我们的一些雇主一个调查 他们比较需要是什么样的一个劳工 然后再开辟这些课程 然后再来公开招标上网 不是只是来登记 我们就上这个课 这样子我觉得不太理想 是不是 局长 因为我们这方向上是有三方面 一方面就是看现在市场上面 有哪些工作 比较需要劳动力 那么我们就开这方面办理 一方面就是我们采取一个指定区域 指定方式 希望说让这个指定资源能够 本身比较纳闷的说 你怎么去审核这些 这些开训的这个单位 还有这些师资 够不够专业 不要只是说公开上网 我也可以来来招标 这样也不太对啊 对对 这些要经过我们事务 第一关要做审核 审核完以后再公开 就是第一关通过以后 你这个第一关通过以后 再来公开招标嘛 你第一关都不够的话 你就直接进到第二关 这样也不对啊 对对 包一言这样好不好 那个一些详细的规定 我是不是请我们 虚拟修中介的陈主任 做所讲解说明好不好 主任 白菁主任答复 好谢谢方议员的指教 我想我们直信的 这个开班 我做简要一个说明 第一个部分 我们在每一年都会做 实信的需求调查 那这个调查资料 包含进化局提供了一些统计 另外我们就无占 每一年在 开发工作机会的时候 也会找到很多厂商 他所需要的人力 那第三者就是我们会参考 高平田彭东 他们每一年都会针对 地区的职业训练去做调查 我们总共有十几项的这个指标 根据这十几项的指标 我们分 东西南北 还有指定区域 指定班北的方式来开标 那刚刚委员 议员特别提到就是 这些课程怎么来 那我想我们在课程 在招标的时候都会 要求就是他必须要有相关的师资 还有他的课程表都要附上去 那透过公开招标 我们这公开招标会有 外部的委员跟我们内部的委员 针对他的课程 针对他的师资 以及他针对讯后就业力的部分 去做整体性的一个考量 然后选出最合适的这个班北出来 作为我们失业者职业训练的一个开班的一个主要的依据 好 那请问主任 像这一种 这种来申请开班的这些单位 那你决心后 你怎么去考核它 我们每年在课程全部结束 我们会做有一个评鉴 内部有一个评鉴制度 评鉴制度假如是评鉴比较 比较差的这些执行单位嘛 你下次再来招标的话 你怎么去阻止它不能来招标呢 我们公开评选里面有相关的评分项目 其中有一项最重要就是信后的就业力 如果他信后就业力低于50%的话 那明年要开班 那个班大概我们不会再招标给他 会有一个机制 就是说你在这些人员执行完以后 你们后续的追踪跟考核嘛 低于50%的话 这些班北就不再开评了嘛 应该就是说我们信后就业力 我们训练就业中心就会帮忙 那最重要就是训练单位 他也要去辅导这些学员后续的就业 那如果三个月以后 我们这一班训练的就业力低于50% 原则上明年我们就不会再给他 开这样的一个班北 那表示在训后这个部分 后端的那个 就是缺工这方面的需求是比较没有 本席提出来这个问题最主要 我们的劳工大家都很努力 但是本质水能 就是差那么一点点而已 我们的劳工局 居然有这么好的一个用意 来培训我们自己的我们市民朋友 当然这些这个这么好的用意 当然是要把它发挥得出来 不是只是消耗经费这样子 我觉得这样也不太好 这样子所以我才一直提出来 为什么我们后续的考核 跟还有师资的审查 这都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希望主任 针对这一点的话 大家都要非常的用心 不然到头来 大家只是来上上课 上一个课 后就都没事了 你后续的一个职场就业 有的人就说 他们就说不用钱 我就来上课 但是 但是他就占了一个缺在那边 对不对 你也要去考核说这个人 到底他上来这里 职信中心到底上过几次课了 到底他的 就业率是到底是怎样 还是他只是纯粹来这里上课而已 跟议员做报告 我们讯后就业率三个月都会做追踪 我们以104年度来讲 我们劳委会 务动部这边补助的经费 我们的讯后就业率是78到80 那我们自己市府办里面的产信合作班 我们的就业率是95% 那当然议员会讲说 是不是有常常重复来上课这个部分 我目前是有一个机制 就两年以内重复参训的部分 我们会先排除掉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我们训练的过程中 如果有一些就是 状况不好的部分 也会有相关的退信的一个机制 主任 我不是说反对他们来上课 我说我们现在的一个人员配置 还有现在的名额不是很多 经常一开班就马上额满了 我们想说希望说 让给这些真正想要 从事第二专场的一个就业者 给他们来收费这样子而已 收费 收费这样子而已 这个议演这方面的 我想我们直信资源非常珍贵 我们也希望把这样的资源 真正去照顾到这些有需要的 这些弱势的劳工 好主任请坐 谢谢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目前 求财的人 就是雇主来求财 大于我们求职的人口 这有相对一个问题跑出来 照理讲 大家假如说 那么多的一个就职机会 就会机会 为什么我们高温市 还会有那么多的失业率 针对这个部分 一定有它的原因 针对这个部分 我想请问劳工局长 为什么 是不是我们的人口老化 还是雇主对我们的一个 劳工的一个需求特别的严苛 是不是 是不是这样子 请局长回答一下 好不好 请局长答复 好 谢谢主席 厂商才想说 他找不到人 好 这个是你说他找不到工作 就有这个落差存在 让一方面是 那么我们感觉到 非常有趣的一个问题 从你们一到三月一个报表 就可以看出来 求职的人数总共两万九千两百人 但是求职的人数 才一万三千两百六十人 照理讲 工作量 比较有实际有符合 这些求职人员有差不多 差不多将近两倍 照理讲 不应该有这么大的一个失业率 所以说我一直想针对这个问题 是不是我们劳工局 还有一个努力的空间 如何赶快去媒介这些人员 让他赶快有加入我们的职场 有些我们市民朋友 都听说 新水质 新水贴 但是这相对这个问题 我们应该都鼓励我们 这些求职人员 先求有 再求多 你先有工作 先有工作做 再来求说 要如何做更好 更好钱 这个 对不对 这个部分 相对我们劳工局 要继续努力 知识局长 这我们因应的一个状态 是不是更需要加强 还有包括我们 辅导单位 执行中心 这个也都要继续加强 不然这样 人求职人员 来到这个地方 雇主一天都找不到人 可以做工作 这才是一个非常困扰 我兄弟 我做生意的 我现在很难找人 目前没有办法找人 这些 这些求职人员 没人要做 对不对 如果你要更厉害 还是什么 就没人要做 但是 我们要相对 藉由我们公权力的一个单位 执行单位 好好鼓勒这些 我们市民朋友 这些没工作的人 先来 让他们先安定的一个工作 这些博文 反而 我感觉本时 反而 这个劳工局 更需要去做一个加强 跟宣导 这样 正在这个部分 请局长 大家都非常辛苦 但是 还要继续加强 谢谢局长 谢谢 请坐 刚才 我们 很多 我们很多的委员 我们的议员朋友 针对社会局 提出了很多的一个 一个 包括中低收入户 这个部分 本期在下面在听的时候 有时候想一想 我们市民朋友 这些中低收入户 在 申请这个资格上 坦白讲 是非常的严苛 为什么非常的严苛 最近还有民众向本席反映 在他的低收入户里面 他的资格 为什么无缘无故被取消了 最后才查到 主要的原因在哪里呢 主要原因就是 我们市府单位 这是为了加税 把我们的地价税 把我们的地价税 一年就调到三十几趴 一年就调到三十八 就是公告限制 调高了三十几趴 就是一年增加三十几趴以后 造成他的不动产 这个县值超过五百三十万以上 也就是说 让这些民众 丧失了这些 这些低收入户的资格 刚才也有两位议员 也有提到 本时想请问局长 在这个市府 一直在加税的一个当中 他就是要急 所以才一直加税 你们社会局如何来做把关 请局长先回答我这个问题 请社会局姚局长答复 谢谢召集人 谢谢议员的关心 针对低收入户 跟中低收入户 如果有针对地价上涨 而影响他不动产的 这样子限额超过上限的时候 百三十万 这个部分其实高雄 有特别针对这样子的个案 是提出更优惠的一个放宽 我们只要他的家户计算 因计算人口所拥有的不动产 他并没有增加数量 也没有异动 没有买卖 好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其实我们会保有 他的低收入户 跟中低收入户的质格 这个问题他是把它取消掉了 为什么你讲的 跟他们做的又不一样呢 那如果 不一样的个案 这个个案 还是一个里长来跟我讲说 一人啊怎么办呢 他也是非常的辛苦 小孩子刚生 低收入户也被取消了 我刚才跟你说明的是 你讲的跟事实状况又不一样 低收入户跟中低收入户 是有这样子的一个 就案保障的原则 那但是如果是中低收入户老人 生活津贴的这个部分 那是因为比较中央 这个部分我们就没有办法 可以这样子的方法 低收入户啦 低收入户 因为我们地窖调长 上司的这个资格而已 哦 本席只有这个问题而已 那那那 因为我们是有这样子的 一个就案保障的原则 那是不是到时候 呃 会后 我再请同仁跟你拿一下 个案的一个状况 我们来确认一下情形是怎么样 好不好 主席拜托给我两分钟 好 呃 正在这个问题 哦 我只是说拜托姚 姚局长 我们社会局啊 好像是在做功德一样啊 我们尽量不要去找我们 中低收入户的一个麻烦啊 让这些中低收入户者已经 生活上已经非常的辛苦了 尤其我们在我们整体社会上 啊 物资一直上涨啊 但是我们的补助也没有增加啊 啊 相对他的收入也没有办法很正常 生活非常的困苦的一个阶段 啊 我我希望啊 不要去找这些中低收入户的麻烦啊 啊 你们用那些精神 好好去扶岛 去救助我们这些 好好去照顾我们这些 跟社会更需要照顾的人 我nta 打对üüüün 谣命啦 那个中低收入乎也被取消 那個中低收入也被取消了 我nta чет 为什么呢 为什么我们社会局 会走向这一个状况呢 对不对 为什么不好好去扶岛去照顾他们呢 对不对 情形日月月里奎加拿收入 important 对不对 拜托机长好不好 可以吗 我们其实中低收入户老人生活 今天我们一年大概 编了24亿多 其实这个金额是非常 庞大但是市府 你把那些人力 去找他们的麻烦 好好去照顾我们低收入户 更需要照顾的人 这样不是更好吗 你请更多的社工人员去照顾他们 对不对 这样不是更好吗 你用那些精神来 精力说对一个不行 那些不行 那些不行 没有意义嘛 对不对 他们多了一万二 多了这些钱 对他们讲 实质生活上 非常的帮助 非常的大 你一口罩 你如果减减一万 一万两千几月的时候 对他来说 伤害率 伤害率也非常的大 对不对 也许对你来讲 没有什么 一万多块没有什么 但是对他们来讲 非常的重要 所以说拜托局长 这个一 他们的一个生活 大家都非常非常用心 也要好好的去照顾他们 奔西时强调 拜托局长 好好的照顾他们 好 那利用 大家都在我们这个社会到底上 那好像那个作用的东西 对不对 大家 大家心爱 对不对 那他们的生活下来 到四里内 那反而会在我们的 是 是 是不是这样的 不敢 那个 跟业员报告 因为其实社会局要对应的对象 有两百七十七万人 那我们一再的被要求 也被督导 我们必须所有的经费 要用在刀口上 对 对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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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定会努力朝这个方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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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好 接下来 有 李乔如议员咨询 好了 谢谢主席 我知道了 再被有二十分钟了 因为你一直延长时间 我后面还有服务老百姓的时间 好 今天 我要询问的 大概就是劳工的权益 不过 在咨询之前 我要跟我们的姚局长说 刚刚我们有两位民进党的议员 他咨询的所有内容 其实 呃 跟你自己直接没有关系 为什么 为什么昨天 在法治局民政部门 我会咨询法治局长 许局长说 我要朝中央的新政府就职之后 开第一枪 是因为要开第一枪 来凸显之前执政者的不公不义 在法律上的不符合人民期待 我不是要朝小英开枪 所以媒体小姐先生 这个用智的时候 要把我弄清楚 但是 我们是要符合小英总统 他的理想 他希望在他就职之后 他要翻转正义 他要让以前的不公不义 不合习的法令 要修改 还给人民 真正需要照顾的 适合的法令 像刚刚 我们林荺蓉议员 陈慧吴议员提到的 其实我昨天在讲 内政部的福利法 本来就是要修改了 哪有 哪有失婚的女性 还要叫她去跟前夫 要她的不动产免税 这本干脆叫她 叫爱和死给你看好了 没有人做得到的 那样的相关不合时宜的 有些法条 或者要 叫她具备娘家 父母的 这个资料的 那个也不符合 这个 实际上 需要照顾的人 虽然 民法 刚刚姚局长 你有讲到 民法的签署片里面 有提到 只你要奉养 这个父母这样的责任 我认为 法律应该修了 为什么 现在 小孩不要找你麻烦 就好了 小孩要把你治理 有家 你就不能跪下小孩 你如果跪下小孩 你又跪下小孩 你就可以掛出去 我看到了 有很多的老者 有内蒙这样的窘境 其实 我们的政府 在哪里 当我们的长辈 碰到家庭事故 这样的现象的时候 我们的政府在哪里 协助这些长辈 逼你子女就是要养他 没有 我们完全没有这样的配套 所以 为什么这么多的民意代表 会碰到这样的 社会救助的至爱难行 那局长 你不是不想做 是因为中央母法 把你绑住了 你也不敢违背 所以我为什么 在昨天的法治部门 针对 现在的 所有的法规 不可以 不合时宜 不符人民期待的 统统都要修法 所以我很希望 这个 小英总统担任之后 我们真的对他有期待的 我们很希望 民进党中央 多数执政的 地方政府的 议会 高雄市议会 民进党多数执政的 我们应该让人民有感 所以要做一些大事 那就是 法案革命 那我今天要咨询的 劳工局的这个局长 那我先放个 PowerPoint 让你看一下 这个很细啦 我大概也在秀述 这是一个背景 我再再叙述一下 中华民国的政府 从民国十九年 订定的这个 这个劳工最低 这个薪资的 这个法 法律规定 一直延续 到去年的 104年7月1日子 我们看见 我们的劳工的薪资 是两万零八块 诶 今天人事处 没有 没有在了 今天我们人事处 没有嘛 呃 我要 我要请问一下 现场各位 你们 薪水 有比这个低的举手 没有嘛 没有 好 现在的劳工 两万零八块 政府的规定 我觉得 这是对一个 劳工阶层 清明的劳工 或者 长辈劳工 是一个严重的侮辱 因为 他们都是纳税人 他们低薪资 要养你们公务人员的高薪资 非常辛苦 这是一个不公不义 不合 民情不合理的一个 劳资的一个 一个法令的规定的时代 那 呃 我为什么会这么讲 主要就是说 基本劳工 定定 你要知道 这个单身哦 我说单身哦 不是双薪哦 不是双薪哦 不是双薪的家 家庭哦 单身的话 他一个月 要多少钱 我大概预估了计算 各位你们看一下 房租 他没有房子 租房子 我们高雄算便宜啊 五千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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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食呢 那我们这外食啊 不敢自己煮啦 因为煮了 你要牵涉到瓦斯费啊 还有一大堆的费用啊 所以 那如果外食的话 一天三百块 平均啦 这是没吃得好哦 然后呢 他的上下班的 奥特摆 要钱吗 不要说轎车 因为你这种薪水的人 没有能力塞轎车 他就去摩托车 摩托车 燃料费多少 一千 他人生要不要保险 他受险意外险 好一千 那劳健保的强制法规定 多少钱 这是最低薪哦 劳健保规定的 七百八十六块 那医疗呢 要不要 虽然我没有健保费免费 可是 有些意外的状况的 一些医疗是 劳健保不支出的 比如说 我平安安座 要做什么 劳健保有的 那个药也不能付的 或者其他支出的 我们预估他一个人 大概要一千块 好 那个 这个 製装费 就说 我们也要穿什么嘛 啊 内衣裤啦 什么衣裤 壞掉啦 总是要 要穿的话 这是很省哦 我跟各位讲 我自然哦 这个装置位一千块 买不到他的内衣裤 你知道吗 有钱人名牌 一千块 买不到 嘿 内衣裤一件要一千块 好 那我就想说 这一本最基层的 好 水电费 还有还有你们污水处理会哦 因为现在租房子的人 水电置脚啊 好 还有垃圾清除外加加 好 我们一股一千块 其他有杂项 买摩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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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 这是104年7月1号说我们208块 我请问 这样子要怎么活下去 为什么我们的年轻人 有些劳工 不爱按部就班 不爱按部就班 有的误入歧途 有的旁门左道 有的去做一些政府不容许的事情 为什么 犯罪率为什么会越来越高 社会治安为什么会越来越差 因为政府没有能力让我们的年轻的劳工能够有所得 在合法正当的工作态度下 有所得的保障 政府没有能力去处理这一块 政府没有好的政策 应该去激发企业界 然后政府更应该大量的开放外劳引进 然后我们现在在走低薪的时代 他买不起房子 所以现在的社会 其实很多的房子干很多 都是金钱游戏 都是有钱人在买 他的房子他为了保障他的现金货币不贬值 他只有在美金啊黄金啊不动产啊 全部都丢在那边去 然后狂障更入戏 然后年轻的怎么去买他的房子 所以我把这个事件引述出来 我待会就要请我们的劳工局长 来做一些比较完整的说明你对这个事件的看法 那我在想立法院刚开始 刚召开大会 我也听见了 有立法委员说 这个劳工基准的这个要修法 那劳工的最低薪要调为两万六 我坦白在这里讲 两万六不足 如果真的我们要革命 要让全台湾的这个劳工的这个阶级者 让他们坐有其物 要这样子的话 再贷款 厂还 这个能力 可以的话 其实 我们的薪资应该定在两万八以上 最低薪资要定在两万八 为什么 第一 他应该有多余的金额 来缴纳他的房子的贷款 政府 一直在呼吁鼓励年轻人购屋 然后呢 在这一块 没有好好的完整的一套 他怎么有能力购屋 然后好 现在 知道吗 劳工阶级 其实是全台湾 经济复苏的原动力 劳工 才是真正在台湾这个土地上 为各行各业 付出 凭经济的一个元素 因为 他们也没有能力买进口的东西 他们也没有能力买高昂的东西 他们也没有能力买高昂的东西 他只有在数名经济的 产经里面去消费 如果 今天没有了这一块 我跟你说 台湾倒了 为什么 让人出国 这个月也没关系 让人买白筹 要命牌 外国 全靠的 没有人在台湾这样的消费这一块 真正为这个土地付出 就只有这些劳工 煮早餐 煮早餐 是不是抗设得很多 豬肉 鸡肉 又切菜 收购 都是牵涉到哪些人在消费 这些人交费 还有现在是暗行的经济时代来临 也就是低薪时代来临 那是一种非常大的羞辱 台湾暴斗 集英靠白 当时我们毕着是低薪的时代 当时我们毕着那些人去到澳洲做五楼 政府都没有该检讨吗 所以 为什么昨天 我在法治局 要求许局长 针对高雄市所有的法律 包括中央跟地方政府有冲突的 跟民法有冲突的 通通都要革命 我们呼应支持小英总统 他在就任时候 他想做的事情 也唯有基层 有更多的实际性的法令的修正 来向中央反映 没有中央你们看得到 每天民意代表议员是最辛苦 要面对基层 每一个人都下乡 我们都是民意 反弹出气的窗口 他们把对政府的不满 把对不合实义的法令 所面临的状况的处境 都会向议员陈述 所以我们议员是最了解民意 也最能够反映民意 所以我很希望 我坦白讲支持他 为什么 他说地气高不见 对不对 他讲了几个重大的不见 其实我认为 在这里我希望这个讯息 也能够到我们的 这个未来的520之后的 小英总统的耳朵里听到 当台湾面临全部这样的 财政支配 不公平财政支配 出现的状况 当我们的产业 面临到这种处境的时候 我们就两年不要重大建设吧 我们就把重大建设抓下来 不见啦 不要去啦 我的志气高都没中 真的不要去啦 我们要做什么 做一些人无有感的 做一些年轻人有感的 因为年轻人要传承 他要帮我们扛下这个国家 那么我们来订定 让年轻人在工作的时候 有尊严的 你叫他做2万块 还要抠掉老健保 剩下1万9呢 我还会提出 请议长也支持 要求高雄市政府带头 带头在哪里 带头在环保局 临时工 你们拼用的时候 拜托 你们再用这个2万块8 每一个工作人员 都领到1万9 1万8 我到底有没有 有人向你成群 我们的政府 更应该带头 告诉民间 所以我也会 在总咨询的时候 跟市长报告 高雄市政府 更不应该 20k 或者22k 年轻人最讨厌这个22k 22k 扣掉剩下1万9千多 所有的 费用啊 勞建保 扣掉之后 他们领到 还有副租金也要缴 他们领到1万9千多 这不是笑话吗 你进入怎么可以带头 所以我在这里 特别跟劳工局长提到 我们希望劳工局长 真的是站在劳工的处境 而不用担心今天 你是一个政务官 你们劳工局 本来就是要反映劳工的权益 本来就是要捍卫劳工的权益 不然如果我们政务官都不捍卫他的时候 他们的权益怎么办 所以我很希望 这个新知 应该是在520 小英总统就职之前 是一个末代 我很希望小英总统就职后的 一个时间内 在法定修正的容许之下 我们转型正义 在法令的订定点转型正义 我其实在这里建议 立法委员有提出26K 我认为如果要鼓励我们的年轻人 有能力购买房子 你一定要28K 让他分歧 这有什么好处 这个可以避免房屋成为财团 一直继续炒作的空间 我们政府都可以去跟民间合作 来建所谓的我们的青年住宅 或者一般所得的住宅 所以我在这里特别语重心长的 来这里提出 针对劳工这个部分的群里 向我们的局长 李局长来提出这样的建言 也希望劳工局长 你们如果有机会对外发言 或者去到中央开废的时候 都能够把本席李乔如在这里 为劳工捍卫他的薪资跟他的这个这个 尊严的这个部分 能够也向中央做一次的反应 我们也会 市议会我们也会 请议长也协助召开一个 符合公平正义 来符合我们小英准总统 在就职之后他呼应的翻转正义 来对现在新朝的政府 跟新的多数的 民进党执政的立法院 来开这一枪 这一枪是好的枪 而且是对全国人民有帮助的 而且是对所有长期来 因为长期 呃 别党执政的时候忽略的法条 没有作修这个法条 我们一直想做 因为立法院民进党少数 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有能力 去翻转正义 我希望在这个我们的准总统 小英总统就职之后 不合时宜 不公不利 有切开人类和权利的法条 都能修正 尤其对现在 年轻人的劳工基本薪资 能够提高到两万八 我也特别在这里呼吁 也请劳工局帮忙 我也不知道什么总统 我要请助理 没人要来 我要请助理 我就28k 会有驾驶执照的 帮人家大学毕业 现在最基本嘛 28k 刚这个 这个来学习 就 试用期啦 试用期28k 会有机车驾照 有这个 这个 那个 汽车驾照的 而且不抽烟 不喝酒 不赌博 正当的这样的行为的年轻人 来验证 我就在这里正式 来跟劳工局 咨询之后 也请我们的劳工局长 在把握的时候 能够协助我们在这里 我也希望未来议会 都可以透过劳工局的平台 国劳机车驾照 从劳工局这边 那一人 起泡 28k 好来 局长你答复 尹局长答复 谢谢主席 谢谢李议员 那么 你就你听完我刚刚的这样子 论述之后 还有我的需求的时候 来做一些说明 那么 依照卸行劳机法规定 那么工资是由劳创议定制 但不得地去编工资 那么曾如刚才李议员所提到 现在基本工资是属于偏低的情形 那我们经常在外面所听到的 很多老公朋友 记者的声音的确是认为说 这种基本工资 连眼光自己都困难 所以我们认为说 也只有有必要说 那么事实上 我们之前也跟中央 不断反应 希望他们能够 适时的调整基本工资 所以这一点 我们跟李议员的感受 都是一样的 我们愿意说 一方面我们正式行为给中央 因为基本工资的调整 是中央的全责 所以一方面是正式行为给中央 那么希望他们能够 适时调整基本工资 一方面也愿意说 在市场的场合 只要有机会 我们都愿意反映出这种信心 谢谢 好 谢谢李议员的知情 也希望老公集刚才也支持 李议员 乔鲁的 这个转型正义28K起跳 希望我们都全力支持 好 我们先休息10分钟